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在2019年进行的世界举重紧标赛男子73公斤级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就是这位来自我国的十字涌 本场比赛十字涌的最大接踪对手就是这位来自朝鲜的吴抗泽 先进入抓局阶段比赛开始后吴抗泽第一把成功举起了150公斤的重量 第二把在挑战154公斤的时候被吴抗泽有惊无险成功举起占据第三的位置 不过吴抗泽第三把在挑战156公斤的时候失败了 而我国的十字涌第一把就直接要了160公斤 要知道其他选手都完成了抓取最好成绩也才157公斤 只见十字涌很轻松就将160公斤的杠链举过的头顶逆转位置第一的位置 也成功锁定了这枚抓取金牌 十字涌抓取第二把要了163公斤 只见十字涌非常轻松就将163公斤的重量举过的头顶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十字涌抓取第三把直接要了166公斤 只见十字涌很快就展现出奥运冠军的硬实力将166公斤的杠链成功举过的头顶 十字涌也以166公斤的重量 以第二名9公斤无学领获得抓取金牌 比赛进入停举阶段 吴抗泽停举第一把要了185公斤 只见吴抗泽还是非常轻松就举起了185公斤的重量 而我国的十字涌停举第一把就直接要了190公斤 只见十字涌很轻松就将杠链举到的尖上 只见十字涌非常轻松就将190公斤的杠链举过的头顶 逆转占据第一的位置 这也逼得吴抗泽第二把直接要了191公斤的重量 只见吴抗泽很艰难的举起了这个重量逆转占据第一的位置 第三把吴抗泽有惊无险举起了193公斤的重量 继续巩固自己第一的位置 而我国的十字涌第二把直接要了197公斤的重量 向停举世界纪录发起了挑战 只见十字涌很快将杠链举到了尖上 只见十字涌凤利将197公斤的重量举过的头顶 十字涌完美完成了这一次试举 十字涌以197公斤的重量无旋律获得停举金牌 并且也打破了停举世界纪录 最终十字涌以363公斤的成绩获得总成绩金牌 并且也打破了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而吴抗泽以340公斤获得总成绩亚军二者相差的16公斤 从抓取第一把就让对手都绝望了 再到打破停举和总成绩两项世界纪录 只能说我国的十字涌真是好样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财尼咬之不清的大大舌头两哥